大家好,这一期的视频给大家带来风光摄影的后期调色教程 当中我们会讲到摄影中经常用到的五彩色加有彩色的配色法 以及让照片主次分明的后期速光方法 教学中用到的照片练习版大家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简介里自由下载 我们的会员小伙伴可以在会员文档和群里下载照片的原文件 好,我们在camero中打开照片 首先低映像,照片的曝光不足 直方图上的亮度像素都主要集中在左侧 所以首先我们调整照片的曝光 增加曝光后通常都会出现或多或少高光失去细节的现象 所以降低高光来恢复天空和流水亮布的纹理 好,现在我们看到照片的阴影非常强烈 特别是在中景的部分 所以我们提亮阴影来增加其明度 大致的整体明度调整好后 我们到颜色,增加照片的饱和度 因为光的特性会影响到我们对颜色的感知 当阳光充足时 物体的颜色通常都会显得更加明亮和饱满 而在阴天或者是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物体的颜色就会显得更加暗淡 好,接下来到昏色器 进一步的调整画面中的配色 我们看到现在照片中主要有两个颜色 橙黄色和蓝色 每个颜色都不是很突出 搭配在一起没有起到突出主体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把植物的橙黄色调整为橙红色 也就是把黄色向橙色调整 绿色向黄色调整 橙色稍微向红色调整 增加橙色和黄色的饱和度 降低蓝色的饱和度 用五彩色加油彩色的配色 来表现冷酷和高级的印象 五彩色加油彩色很简单 它是由五彩色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黑白灰 再加上油彩色 也就是红橙黄绿青蓝紫 五彩色加油彩色配色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配色方法 它用于摄影、平面、视频调色等等 它能够让图像和设计 具有鲜明的焦点和视觉吸引力 这种配色方案 利用了五彩色的平静和稳定感 再通过添加对比鲜明的油彩色 来突出特定的元素或区域 五彩色的强大之处在于 它能够整合设计作品中的整体印象 使油彩色更加明确和强烈 用五彩色烘托彩色的效果 是无可比拟的 它能够使油彩色更加醒目、突出 观众的注意力就能够迅速 直接地聚焦在油彩色的部分 并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 极具引导性 能够表现出高级、华贵、时尚、冷酷的意象 好,在配色调好后 我们到萌版 进一步地突出照片中的主次关系 首先用线性渐变 拉出天空的范围 降低阴影、白色和黑色 让天空有明暗的过渡 同时增加天空的纹理 让它显得更有戏剧感 好,新建萌版 选择镜像渐变 画出中心的部分 增加曝光、阴影 让画面的中心更加突出 好,新建最后一个萌版 选择画笔 这里我们会用到美术中的通用理论 从整体到局部 我们用画笔画出前景上一些需要突出局部的地方 然后增加曝光 下拉 增加清晰度 好,现在我们看到 经过萌版的速光后 画面的主次关系就更加明确了 有了视觉的焦点 最后我们退出萌版 到细节 锐化照片就完成了 好,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希望五彩色加油彩色的配色法 以及后期速光的技巧 能够带给你新的启发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